喂 我的崔哥 你小七真是始终如意 对啊 秦朗都要走了 你还请我们吃那么便宜的餐厅 要求也得到 秦朗 你看 不不不不 我不是要找秦磊的 我想找伯母聊一聊 我是乙琴的儿子 我叫秦朗 心里在台湾这段日子 谢谢你照顾 她是我妈好朋友的女儿 应该的 你知道吗 你小时候有一段时间 还是我带你的 那时候 你爸失踪了 你妈为了养你 要忙着工作 所以就把你交给我带 你妈从来就没有怪过你爸 可是她真的很辛苦 我后来认识心里的爸爸 请你妈跟我一块到上海 她不愿意 她说 你爸回来会找不到你们的 你妈从来就没有后悔嫁给你爸 因为有你 可是我越是看到她脸上 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我就越心坦塌 秦朗 你能了解我的担心吗 现在的你和兴蕾 就像当年的你妈和你爸 我怎么放心把兴蕾交给你呢 你可以怪我 可是我亲眼看见我的好朋友说这种苦 我不可能再让我的女儿 伯母 我可以叫你惠美阿姨吗 可以啊 惠美阿姨 我妈知道你这么信任她 一定很感动 但是我妈再给我爸 一定是真的觉得你幸福 这一点 也是我最近很知道的 你放心 我现在说这些 不是还想跟你这种女性呢 只想让你知道 我妈的选择 就像我现在也相信你帮兴蕾做的选择一样 我敢确定 我会尽全力给兴蕾幸福 但是我不敢确定 兴蕾是不是可以跟我妈一样 感受到满满的幸福 所以 我宁愿把心蕾 交给一个 我相信可以带她幸福的人 慧美阿姨 我找你 是希望你永远记得 你还有一个家 那个家 是你跟我妈共同的梦想 虽然心蕾把钥匙交给我了 但是 因为这是你跟我妈的梦想 所以 我还是希望可以把钥匙 交给你 你不是我都快忘了 我还有另外一个家 那是我跟你妈好拼好拼 拼了命想赚钱 买一栋属于自己的房子 就算将来结婚 也要两家人住在一起 可是后来 我背叛我的承诺 放弃了我的梦想 现在心里想要帮我遵守梦想 实现承诺 我却阻止她 慧美阿姨 你没有错 我妈日记有写 我妈说 慧美阿姨命真好 遇到一个爱你的人 但你却在上海 现在心里也是 遇到一个爱她的人 让她可以跟你们一起留在上海 我妈知道的话 一定很替你们家人开心的 一定很替你们家人开心的 如果我早一点知道 你是一天的儿子晴朗 现在知道也不晚了 慧美阿姨 欢迎你随时回来台湾 你 那个家 永远有一半是你的 如果有时间回来住一阵子的话 我妈一定很开心 阿嬷 一定会感到很欣慰的 会美阿姨 我拜托你 帮我把这个礼物 交给欣蕾 对 我对欣蕾的祝福 我对欣蕾的祝福 有点明星 有点明星 得飞 多好 只要是 这不错 有点理想 你能怎么办 不是 真的 你不跟大小姐说那句话 是 不用 你不跟大小姐说那句话